Assess! Splash! Assess! Aball! 那我和大家爆雙的 就是 The Green Man Baby-Dang-Dang Super Mini-Prom Dango-Chojin Griddorman 最近是因為最新的 原曲動畫 SSSSGriddorman 推出了 不管是什麼原因 是女角也好 或者是真的喜歡 特攝片的朋友也好 令到這套 電光超人 最舊的 這套 沒有記錯 好像是 九二、九三年左右 我不太肯定 應該是二十幾三十年前的作品 都紅了 Bandai 絕對不會放棄 賺錢的機會 吃著這個小 推出 舊的 電光超人 Super Mini-Prom 都作為一個 超和 九幾年已經不是超和 不好意思 作為一個 舊的特攝片 支持者 這隻當然走不走 這個電光超人 相當之 概念新穎 因為是進入電腦世界 打的 好 事不宜遲開車 先給大家看 好 好 那盒子 好 總共有 一二三四四 四盒 好奢侈 好 封面 每一隻都一樣 內容包括一隻 Gridom Man 這個 Gott Song 合體機械人 包括 Sundar Jet Twin Dorilu 和 Gott Tank 三隻支援武器 相當之正 因為這三隻可以 合體變成機械人 亦都可以跟Gridom Man 合體 變成SundarGridom Man 事不宜遲 給我一點時間 砌 砌 跟大家再玩 好貴啊 神經病 我快要砌到有腦花和精神分裂的狀態 啊 因為你平時 看到我之前砌Mini Prime 我就在家裡自己開 一個人自己砌 上次的無敵將軍 我砌了四個五個小時 今次以為 有阿拋幫我砌 我想兩個人隨意 起碼 最少兩個小時 應該完成了吧 誰知道 都是用了四個小時 啊 好難砌 好了 不講些壞事了 這麼辛苦 砌完就為了和大家玩 那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OK 那這個就是 電光超人Gridom Man 和他一些支援武裝的裝備 首先和大家看看Gridom Man 那 都尚算OK的 模型來說 那個 頭那麼容易掉 那個可動範圍 我覺得可接受 當然是模型 那個 那個 還原度 始終就沒有 那些 Ultra Art 或者 HF 那麼好的 那他都是像機械人 四四方方 人的比例 就馬馬波 頭 真的很容易掉 大佬 所以呢 就 那個 活動範圍挺好的 因為他不需要 給那些 比例的東西 去 那他就做出來 就整隻機械人 四四方方 那那些舉手 又那麼容易掉 那是模型來的 算數啦 那 食換十幾二十塊 不是 也不是十幾二十塊 現在這裡 四百塊一盒 那你除了 四隻 成夠水一隻 那OK啦 不要說些壞事 OK的 大家都看到多漂亮 還有現在 人氣高 人氣高就可以蓋過所有東西 那 Gridom Man之外 還有一些飛機大炮 Sundar Jetto 大家看到 那 用的貼紙 就不是那麼多 很多都上了色的 這個值得去 讚的 那這個也是 mini palm的規矩 來的 這個叫做 Gottotanku 另外呢 有個Twin Torilla 那 雙電鑽 好啦 事不宜遲 玩這些就沒有什麼好玩的 那大家拿著 Viv 那就沒有了 那這個時候呢 但是要把它合了看先 那我們先合了這個Gottot song 那 那 它呢 就有很多配件 要裝裝裝裝裝裝 做不到完全變形的 那現在呢 我也要拔走很多東西先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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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顆東西了 因為它有藥光部分 要拿開才可以合體 就是這顆東西 這顆電鑽的 就弄到我阿拋 起碼找了半個小時 嘩 啊 OK 找到就大家安樂安心了 這個大合體之後要用的 好啦 那說回主體 OK 將三架支援機器合體而成 就變成一個Gottot song 耶 好啦 那給大家看看 前面 側面 和後面 後面比較尷尬 快一點 鬧鬧一點 但是大家看不到背部就沒什麼所謂 好啦 那先說一下 那本身呢 因為它呢 手呢 就這樣壓下去兩邊 所以呢 除了上下動之外 它的手就沒有關 沒有這個肩膀關節 就不可以這樣拿起來 那 之後呢 其實呢 大家看到它的 站法呢 都頗不穩陣 因為呢 它靠這兩個輪子去做後腳 但是這兩個輪子 都頗鬆的 所以整天都收進去 變得不穩陣 再加上它的手 因為它的活動範圍非常之有限 那所以拼出來呢 它的樣子好像 有點尷尬 而且好像很急尿 那樣子 那所以就 一般的 那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它很多位置呢 其實是靠一些很短的滴 去吊住的 不是很吉實的 那所以呢 都很多脫脫漏漏的 尷尬場面出現 那所以呢 要它現在好像刀鋒面前 這樣站著不動呢 都花了不少心思 所以都相當之尷尬 不過不要緊 大家都不是想看 葛多松的 想看Sundar Goddoman 那 那 剛才介紹了 它也有一些 武裝給它 這個劍和盾 那就是 在這套器裡面 這些就是防毒 防毒程式來的 都有給你 可以裝上Griddoman 那事不宜遲 大家最期待的畫面 就是 它們兩個合體 變成 Sundar Griddoman 乖啊 哇 合體過程 驚險萬分 而且呢 好難合體啊 因為呢 它很多位置呢 跟剛才我所說的一樣 它不知為什麼 它遇到很蠻的 很小的 它抵在一個洞的位置 所有東西都會吊著 不是很穩住 所以 一直在合體 不斷脫肩膀 脫腳 脫頭 有些位置就是 怎麼扯都扯不住 所以 都相當痛苦 不過 大家不是第一天看 都在玩這個 Super Mini Prime 所以 其實之前的 什麼隱大將軍 無敵將軍 等等等等 其實都一樣有這個情況出現 不過 不過你又生氣它不下的,合體後的確是頗漂亮,頗細緻的 另外這個也是需要拔走很多件的 所以也有很多碎件出現的 這些大家可能要買個盒子裝著它 免得被地板精靈,像人家的刀一樣 這些大家要小心保管 總括來說這隻東西真的砌出來 我撇除所有東西,包括組裝 或者它的位置等 比例和活動範圍是不錯的 相當不錯,所以你又生氣它不下 所以算是這樣的 不過好像價錢又貴了一點 今天的爆箱指數 綠化 雖然我們又搞了一塊鏡 也有很多鏡頭剪走了 大家也陪伴了我們一晚 去看這個製作過程 Making Off 有很多理由 之前阿都說過 例如說 有些位置出奇地很鬆 有些位置出奇地的筍位很短 勾不實 勾不實 那些地方我都覺得很神奇 還有很古怪 不知道為什麼它要這樣設計 活動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地方都很出奇地很鬆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組裝得不好還是怎樣 所以 真的要扣很多分 很猛狀 還有 上次組裝無敵將軍 我說很難扣的波 這次仍然會出現 不過 就少了 沒有上次那麼多 但是仍然都出現 是用很大力才能扣到進去 我說大家就不相信 這次阿Pow也幫我砌了 他也在喊救命 他喊了媽媽很多次 所以 真的 門檻也挺高 例如組裝 或者你玩弄的技術 門檻也挺高 適合初次接觸模型的人 不過這一盒 是食玩 食玩就是給一些 不願意砌模型 不願意花時間 去搞模型的人去玩 那你的門檻這麼高 加上你的售價也這麼高 說這四盒 四百多元 差不多五百元 那門檻高 價錢高 而出一隻這樣的東西 就真的覺得挺奇怪的 不過 人氣高 那你又沒辦法 加上我再說多一次 真是漂亮的 那你真是氣不下去 那希望大家 都可以 安全地完成這隻作品 那如果大家喜歡 這個電光超人 喜歡這集片集的話 那希望你可以Like和Share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和Share